我的一个朋友 一个同学 他的07年他查出卵巢癌晚期 然后子宫和卵巢全部拿掉 然后就还做过六次化疗 10年的时候呢 他又复发又做手术 又化疗六次 总共就是前后12次化疗 三次大手术 到了12年 下半年他就闻到了心灵法门之后 就念经实院 念了好几百张小房子 他说他现在身体非常好 也没有去医院检查 然后他就是想 他也不想去医院检查 他就想问下师傅 他这个癌症这些病都好了 没有想得到一点肯定 很简单 如果现在没有感觉不痛 不痒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根本用不着去看呀 痛了才去看的呀 对不对呀 看病们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了 他现在很舒服 看什么病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这个人不能断掉 如果一断掉 就是恶性复乏 很简单 他如果不学了 或者他许过的厌回院了 他很快就死了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 哦 就是生癌症的人 好了之后 一定要再继续努力 不能停的 不是继续努力的问题 必须努力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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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